它有什么高性能呢? 第一,它的处理器比起其他电子书更加快 第二,它用上了4GB RAM 而容量有128GB 而这部机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一个镜头 可以做一个OCR 去认读文字 将文字拍照 变成PDF 再用语音读出来 都还可以 各位你们好 又是这部直播网绘为大家讲新产品 今天我们找来BOOX文石一部很高性能的10.3寸电子书 它是一个10.3寸的屏幕 最重要的是我摸上去我觉得它非常扎实 周边我们看到有个Docking 可以配合它专用的Keyboard套 可以当作文书处理机用 另外上面有一个开关键 有一些声音输出位 这里有一个图案的东西 这个就是给你持级之笔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扬声器位 有个记忆卡位 还有一个Type-C插口位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电子书上面有一个叫做 Smart Scan 是一个相机来的 可以掃描一些文件 接着变成PDF 我们待会示范给大家看看 我们首先开着机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版面就是这样的了 有个Google Play Google Play 你喜欢装什么App都可以 我们先进去设定 它是一个Android 11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版面 就是呈现 现在这个打动画面 就是呈现 左右边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电源管理 安全密码 和Android一般的 基本有的都有的 它是一个属于8核心的电子书 它的处理器是很快的 它的处理器是Snapdragon 662 其实这粒CPU 其实以前一般是中价机用的 但是如果你说在电子书上面用 它是叫做很快的 在手机里面 这些CPU已经可以打到很多游戏了 Onix 的电子书 全名叫Books Tab Ultra 它是Android 11 它的电量方面是大约6000mAh 实际上有的官网是6300mAh 和现在所显示是一样的 我在Google Play 里面 安装了很多元件 大家可以安装HiRead 香港图书馆 Kindle Readmo 小红书 Kobo 甚至连一些静态游戏 例如素读 打抹着都可以安装 因为处理器够快 现在找来一个盒 上面是有些文字的 大家可以找一些图书 或者其他文字的图案 放过去 用这个素描文件 来看看效果 我们新增一个文件档 然后放好你的文字 对好招 按键 然后下一步 把它变成PDF 我们直接退回到PDF 那里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了 所有字都是清楚地掃描出来的 一个基本功能就是 我们按个耳机 看看读不读得出来 因为我设了做粤语的原因 所以它英文方面会读英文 但是若果是有标点符号 会用广东话读出来的 这部文石BOOX TAP ULTRA 是配备了一支笔 就不用电的 而它的touch反应 声称是比起remarkable 反应更加高的 那我们也试一试 反应更高的 因为以前的笔 是有一定的延迟 但这一代的文石 这一部的TAP ULTRA 它的延迟速度 是比起其他机 是最低最低的 反应更高的 反应更高的 因为以前的笔 是有一定的延迟 这一部的TAP ULTRA 它的延迟速度 是最低最低的 所以它是立即有反应的 我们首先尝试一下 一辆开漫画人 首先我们按文石的基本setting 用高清setting 这个高清setting 正常来说 都是看文字档 不移动的画面 但是不移动的画面 在流动的画面 会发生什么事呢? 若果我们用其他电子书 在一个叫做高清 我们叫做静态画面里面 其实我们这样的流动 就会闪到七彩了 但是这部机 用高清的设定 就是我们叫做BASIC 最基本 它都已经不闪了 我们试试快速 感觉上它已经是 和平板的活动很接近了 高速 其实由快速和高速来说 它们的活动都会 带来残影和流影 我们可以用这个 右下角reflex 清除一下 我们也都 再试试一些 极速 和平板一样 我没有想过电子书 可以做到 好像平板一样 那么流畅的速度 我们也试试 去一些看视频的画面 比如YouTube 这部机 这部机大有扬声器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电子书的画面活动 它的frame rate 是接近20个frame 左右 流畅度是极之高的 因为电子书 正常来说 这些是应该闪到七彩的 我们试试用高清来看 活动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预期之中的不断闪动 因为这个模式 是用来看静态字的 我只要走回高速 它就已经流畅了 文靴的更高阶的皮肚盖 就是附带了键盘键盘 我们安装键盘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电子书平板 变成一部电脑这样用 在里面 我们不一定要用手写 或者逐个按键 逐个字在画面里按 我们直接用键盘打 都可以的 电子书做到接近平板和电脑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技术 因为电子书是局限于 它电子墨水平的画面活动的 而这个文石的Book Tap Ultra 已经是突破了以前 我们电子书的画面活动能力了 所以我们可以 好好地享受一个 电子墨水平的画面 令到眼睛更加舒服 不会刺痛 我们看得更加久的时间都可以的 我们的今天 产品介绍暂时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收看 希望大家会满意我们 这里直播网架 为大家介绍的 新产品和价钱 希望大家会 subscribe和like我们 share我们出去 多谢各位收看 再见